要解决最主要的问题 我看到飞碟一侧亮的光 现在看到的光不是整个圆圈 只是一部分亮的光 如果你整个飞碟都亮的光 又看不见了 人只能看绝固 看绝固的人看得见 看绝固光发出来的时刻 这里的这部分光的时刻 人的眼睛就看到了 但是你如果叫他看整个飞碟 一圈的所有的光线发出来的话 人又看不见了 人又看不见了 那么多人都看不见了 所以让人看的时候只能看一部分 一个圆圈的一部分 我看一下 也就一部分了 一部分了 也就飞碟的整个光线的八分之一长度都不到 八分之一的长度都不到 也就是飞碟一圈嘛 一圈的就一部分 你能看一部分还行 但是如果看了全部的话 就又看不见了 看全部的又看不见了 因为人的注定 整个光的时刻 又不在我们眼睛的视线范围之内 又不在那个平定范围之内 波长和平定又不在那个范围之内 但是看一部分的时刻 正好在这个 落在我们的平定范围之内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 以后 你们经常看的时刻 那看到采光 只能看一部分 那不会是整个圆圈 不会是这个圆圈 如果看到整个圆圈的话 那会非常非常小的废点 收的一期好的事也能看到 其他过的情况 只能看到一部分 好 好 再见 再见